西门市淡水日前一对夫妇因为不满素食店内优惠加购要付钱 跟店员起争执 在过程当中其他的顾客想要缓解纷争 就说了一句不然差价我帮你付 结果两人直接理智线断裂 情方到场他们还是失控咆哮 上一旁顾客全都看傻眼 素食店柜台前一对夫妻看到远景上前竟然失控大声咆哮 男子情绪还是很激动 妇人则是拿着电话不断高分被指控警察大人 大闹素食店就连警察来也不管一旁顾客全都看傻眼 就怕影响其他顾客两名原警不断豪言相劝 要两人先冷静下来 只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在素食店爆气 原来就是不满加购餐点的价格 新北市淡水一间素食店21号早上这对夫妇点了套餐 以为可以升级饮品不知道还要多收费用 因此认为自己被多收钱跟店员争论不收 库程中一旁民众看不下去想化解纷争 说了一句我帮你付嫁差 这让夫妻俩丢了面子瞬间爆气 夫妻恶人情绪高涨表达诉求 经远景告诫后人未改善 经过冷静沟通协处后 夫妻暂不提出告诉尽致离去 夫妻俩原本还嗓告店员诈欺 被安抚之后决定暂不提告 只是两个人为了几十块 失去理智咆哮争执 也实在难堪 记得朋友们好新北报导 没事的 谢谢观看